黑幫小弟偽裝刑事人員持長槍 闖入位於土城的台北看守所 瑕疵仁池和警方對峙 抗拒不投降 為了讓這一場新北警監所 首次合作的演練 土城警分局的警察們 有人扮演人質瑕疵犯 為求逼真 真的是放下膽盡力演出 在預演時 飾演被瑕疵的預警 真的被飾演瑕疵犯的 拿槍托打破了頭 緊急送醫治療 我這次扮演就是 看守所那個車輛檢察員 然後要被歹徒挾持 那就是演練的時候 就是太逼真了 然後歹徒就真打 然後我頭就受傷 然後就縫了兩針 這樣子 然後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把戲演好 這個演練做好最重要 這樣子 我們昨天演練的時候 太認真了 我不小心用槍柄 重擊她的時候 她的頭有死鐵傷 打破她頭皮上的一條動脈 縫了兩三針 我非常對不起她的太太 希望她可以接受我道歉 那時候想說是血漿破了 結果她頭轉過來 是我的頭破了 是我的頭破了 這次參演的過程中 所有的同仁都非常賣命 賣力 真的 看得都非常感動 然後你說假裝打分數的話 我給她們打一百分 這次在過程中 甚至我們演練歹徒的同仁 因為太過逼真 把這個人質的頭 都敲到流血 然後我們對這位同仁都非常抱歉 就這位同學 這位同仁她的家人非常的體諒 她說 感覺上就是說 她認為說是為了這個工作來 她覺得余有榮焉 為求擬真演出製造緊張氣氛 擔任人質或是黑幫分子的警察 人生中第一次演戲賣力上場 再加上整個過程中 霹靂小組幹員使用高空垂吊方式 並且使用震撼彈 煙霧彈震奢徒 聯合行事幹員發起解救人質的行動 都是和電影科校公司來合作 製造出逼真的效果 也是第一次跟真的警察合作 因為因為我們都是做電影裡面的特效 對 她的電影裡面特效都是假的警察 對 我們很愉快 就第一次可以跟真的警察合作 做這個演練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那個 應該要做什麼 是一直磨合 一直磨合 一直磨合 到今天你們看到的成果 我們結論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為非作歹 當歹徒不太好做 你如果是來做警察好了 今天就是演第一個到現場 然後因為還不了解整個現場的一個狀況 然後一到現場的時候 就先看到歹徒有槍 然後槍就立刻拔出來 然後但是歹徒一直開槍 所以就中彈 對 然後中彈的時候要馬上掩蔽這樣 對 然後就就醫 到場採訪的媒體 看到這樣真實的陣仗 直呼這根本是在拍電影的大場面規格 在去年高雄發生大聊監獄劫持事件 震驚全台後 新北市土城分局和台北看守所 舉行截球演習 用心安排每個橋段 加上遠景的用力演出 還有霹靂小組的實力 讓這一場演練展現快速打擊犯罪的機制運作 指揮官任務分工工間等過程的演練 以及跨機關橫向協調整合的能力 藉以提升整體應變的功能 將損害減少到最低 中間新聞林立五 范剛儀 土城報導 這裡有一個小的地方 是一旁都是一旁有的 我們在這地方 然後我們要來 然後我們要來 Chin